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大家好 今天呢基本上就属于去欠下来的视频 周末一大清早就起来干点手工活吧 来改一个switch的Joy-Con 吹对了 都是之前买的 然后手柄壳 今天就先来改四套手柄吧 需要准备的材料呢 因为大家知道啊 我比较喜欢这种铝合金材质的材料 所以这个壳子呢都是boxypixel的这个铝合金的切换壳 需要切换的按键 这些也都是金属的 滑轨的 切换键 这都是这种金属的滑轨 淘宝上应该挺多的 然后配套的螺丝 话不多说我们开始干吧 ok啊我们先来拆读手柄 然后呢switchJoy-Con的两组手柄呢稍微有些不同啊 右侧这个手柄呢它多了一个amiibo和这个 红爱的这个功能 所以呢它拆下里面的零件会稍微多一些 但是差别其实不大 然后这边呢它的这个减号键和这边 先键这个排线是和主板分开来的 所以稍微有些不一样吧 然后我一般比较喜欢先拆右边这个 因为右边这个相对来说 它的操作稍微复杂一点点 然后对我们现在先开始拆机吧 要拆这个Joy-Con的话 它表面都是4颗这个 Y字的螺丝 稍微把Y00的螺丝倒就行了 它这个4个螺丝都很容易滑丝 然后也很容易断在里面 所以拆的时候尽量小心一点 稍微给点力 这样子把螺丝拟下来之后呢 一般我是从这边先稍微开一下 然后回到这上面呢 因为这边的话有排线 所以稍微小心一点 你也可以拿个翘板了 但因为我比较熟练 所以就直接这么拆了 然后到这边的话 大家千万记得 要拆这种电子器件 最最重要的 首要要干的 就是把它的电源掉开来 不然它很容易就是 短路导致这个主板直接烧掉 然后我们将电源的排线断了之后呢 把电池这样拿下来 它这边就有两个小铁片 让中框部分举下来 中框部分的话 它是有三个十字头的螺丝 然后拿个十字的螺丝刀 然后呢将这个NFC的这个天线给它 给它拔了 放一边 我们将这个中框给它翻过来一点点 然后将这边的 这个板机键的排线给它断了 然后将中框拿下来 现在的话 我们将这个滑轨处的排线和这个主板 像连接的这个卡扣给它打开 然后将排线断开 然后这部分放到一边 然后我们现在再将这个尖键去下 然后我的话通常就是这几块部分 这个红外和这个线线震动板 咱是不给它拿下来的 一起整个部分给它转移过去就行了 我们先将这个主板给它拆下来吧 这边的话也是一样的 先将这个摇杆的排线给它断开来 然后将这边的两颗螺丝给它卸下来 然后这边呢 螺丝下来之后呢 我们将摇杆的这个螺丝卸下 然后将摇杆取下 我们将这边的主板就可以取下来了 然后这边主板取下来的时候注意一下 这边因为它还有一层的这个 呃 排线 然后取的时候稍微注意一下 尽量就把它一个整体一起拆下来 包括它的 红外和线线震动板 然后这就是它的主板部分 一般要转移的话 就先用这边的橡胶圈给它拿下来 然后将里面的键 一个对应的放到这边的位置上 但我的话因为用了这个自己的这个计划按键了 所以先把按键给它装上去 按键装好了 将橡胶垫给它转移过去 加号键 然后是这边的home按键 然后将这边摇杆的防震贴给它 同时转移过去 贴的时候大致 对其他位置就行了 ok 然后我们将主板给它转移过去 啊 装的时候小心一下 尽量将这边的 尽量不要影响这边的按键 然后呢先将红外和这个震动马达 给它放进去 ok 然后呢 调整一下底边的这个位置 然后将主板先给它贴上去 测试一下底下的按键没有问题 不需要再反攻了 然后上螺丝 记住啊这边的螺丝的话是 最靠近中间的这两颗螺丝先是给它上上去 然后这两颗螺丝给它上上去之后呢 再测试一下这几个按键 确保它都没有问题 不需要再反攻了 然后我们将 摇杆给它上上去 装摇杆的时候呢 稍微小心一下 不要 把这个它的这个刚才贴的 这个 方程贴 给它 挪动位置 然后上螺丝 然后将这个 摇杆的排线给它装上去 不要忘记了 这部分就先装好了 然后这部分装好了 我们先来看它的这个背板和它的这个火柜部分 这个部分的话 它只有一颗螺丝和这个背板相连 将这颗螺丝削下之后呢 就能把这个滑轨给它拿下来 OK 然后我们将滑轨拿下来 然后这边还有一个它的滑轨的这个按键 先给它拿出来放一遍 然后这就是它的滑轨 然后这边削下来之后呢 给我点实践 我把这边的漆角和这边的实践 这个排线拿个电子焊一下 好的 刚才我花了大概五分钟时间 把这边的漆角和这边的实践 拿了一个10K欧姆的电子焊了一下 然后 对 可能知道我在干什么的 应该都知道吧 如果不知道的 我觉得 也 没什么必要 要知道 嗯 这样说一下 如果要更换这个滑轨部分的 这个 按键的话 这边两颗螺丝给它卸下来 然后 我来演示一下吧 这个排线就直接给它拿下来 然后要换键的话 就是将这边的 呃 键给它拿出来 然后将里面的这个 导钉胶给它拿出来 然后把它键只换就行了 然后我这边的话就不换了 直接给它装上去了 这个装完之后呢 测试一下这边的这个按键都没问题了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用过 所以是这个滑轨时间比较长了之后呢 它的这个 呃 滑轨处啊就特别容易松动 然后就导致了你 平时你都不需要按这个背面的键 它直接一拉 你的手柄就直接出来了 所以呢它这个出来的卡扣呢 非常之差 然后我就拿一个金属的 这个卡扣来把它替换点 然后要换它的方法呢 也比较简单了 将这边的一颗螺丝卸下来 拿镊子 从这边从上方 将它的这个 卡扣这个地方给打开来 开的时候呢 稍微注意点 不要让里面的这个弹簧啊 给这个弹飞掉 OK 我这边打开了 然后里面弹簧也没动 然后呢 拿一头尖的东西呢 将这个东西给它取出来 然后取出来的时候 注意小心一些 尽量拿一个拇指或者是放在桌面上 把它抵住 不要让它这个弹簧直接给它弹 弹飞掉 OK 就这样下来了 把它拿这个金属的卡扣给它击换点 装的时候呢 也很简单 就是把这个 弹簧给它塞进去 塞到这个孔位里面去 然后放到这个位置上去之后呢 拿一个镊子 将这边的弹簧给它抵住 然后塞到这个 啊 卡扣里面去 然后塞的时候呢 尽量小心点 拿个拇指把这边堵住 然后 然后让这个弹簧不要直接给它弹飞掉 一愿 就进去了 嗯 调整一下弹簧的位置 然后将这边的盖 盖板给它 塞到这个洞 缝里面去 然后把螺丝给捏上 这个金属的 卡扣就把它换 换完了 然后我们将 这个装到 嗯 背板上回去 先将这个 按钮 这个部分给它先装上去 完了呢 把这个 这个滑口给它 按进去 好 然后给它上螺丝 ok 然后这个 背板加上这个滑轨就 就 换完了 我们再回到它的 中框部分 如果大家想要换这个 板肩的话 或者板肩的话 嗯 开口是在这个地方开的 然后 往外搬的时候呢 这里面有两根小的弹簧 然后把它这个直接弹飞掉了 但我这边因为不换这个配色 所以我就直接 嗯 就这样了 我们回到这个它的 主板和这个前框部分 嗯 通常呢 我是先 将这边的 排线给它装上去 这边滑柜的排线先给它装上去 我的盖板盖住 然后呢 将这边中框部分的这个排线给它插进去 ok 然后呢 啊 将这边的 阿键的 肩键给它装上去 小心点 然后 啊 稍微调整一下 它滑的位置 让它今天保持是垂直 完了之后呢 将这个东西小心点把它盖上 ok 然后稍微测试一下 它的这个肩键没问题 然后呢 我们把 剩下的螺丝 三颗螺丝给它上上去 都没有问题之后呢 我们将它的这个 nfc的这个天线给它装上去 nfc的天线装上去之后呢 嗯 记住这个 槽位是在这边 它在天线的这个槽位是这边 不是往外弯的 然后尽量将它卡进去了 把它这个 容易动了 烧电池 ok 然后 我们先将这个背板给它盖上 然后测试一下 按键没有问题啊 我们再上螺丝 然后转完之后呢 转上去 然后测一下按键 按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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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测一下它的摇杆 上往下左右 按键 上往下左右 上往下左右 按键 OK 没有票的问题 然后我们测试一下这个 收入设备 按键 A B Y X 然后 R3 加号键 L R R ZR 然后 按键 OK 让我们上螺丝 用手柄的进化工程就这样完成了 我们来看一下左手柄 然后我们来到左手柄 可以 同样的拆起来是一样的 这边也是四颗 呃 三字头的螺丝 OK 同样是先将电池卸一下 然后呢 我们将这边的中框 中框部分同样是三个螺丝 我们把中框先卸下来 中框是 呃 反斜杠的这个 螺丝位 加上可低脚的螺丝 卸下来之后呢 将中框先拿出来 然后这边有个排线 把这个排线先断开来 OK排线断开之后放一边 然后呢我们将这个背板的这个 滑轨排线先断开 然后让它取下来 这样先放到一边 然后呢我们将这个肩键拿下 小心这个摊晃 然后我们先将这个 呃 主板上的排线给断开来 一个是摇杆的排线 另外一个是这边 呃 肩键和减号键的这个排线 都断开 包括这边的振动马达 先振动马达 然后一般对于左手臂的话 我是直接将这个摇杆先转移 同时你可以把这个防尘胶贴 防卫尘胶贴先一起转移过去 大致调整一下位置 然后将这个 呃 摇杆装进去 嗯 你可以先把这个 摇杆的螺丝给它固定了 螺丝 上完了呢 将主板移过去 这块主板上面只有两个螺丝 然后将主板取下呢 我们将这边的按键 因为我换的是十字键 嗯 平常的键应该是一样的 嗯 嗯 然后将这边的橡胶垫转移 然后这边的截图键 OK 然后将主板装上 OK 然后上螺丝 因为我们刚才拆的时候 是拆的 先拆的这两颗螺丝 所以装的时候呢 是拆 啊 先装这个斜杠的这个 对角这个螺丝 然后我们试一下这个 十字键 没问题 OK 然后将 这个摇杆的排线先装上去 把待会忘了 然后我们将剩下的这块 嗯 简号键和这个尖键的这个模组 给它移过去 啊 然后底下有一个这个 键便掉了 OK 然后我们将键号键转移过去 然后呢 将 排线装上 OK 然后排线接上之后呢 就 把它先放到一边 我们将这个 背板和这个滑轨的排线 也换了 这边也同样只有一颗螺丝 把这个螺丝取下之后呢 放到一边 我们拿出这个左手边的背板 然后把这个键换一下 同样呢 我们 呃 因为要处理这个 呃 金属滑扣啊 将这边的螺丝给它卸一下 将这个 压板先给它撬出来 OK 然后呢 小心一些将这个 滑轨给它拿下来 别把这个弹簧给落了 OK 然后拿出我们器换的金属滑扣 然后将这个东西给它换上去 然后稍微调整一下它这个 这个弹簧的位置 然后装完之后呢 就在这个 这个 背板给它 按击去 然后将螺丝复位 我们将它 呃 装到背板上去 然后上螺丝 然后这个 背板就装好了 然后我们将背板这个滑轨的排线 先和主板的 呃 卡扣线连一下 嗯 因为它的摇杆呢 这个排线呢 是在上面一点 所以 我们得先把这边的排线给装上去 然后再把摇杆的排线 插进去 好了之后呢 我们拿出中框 叫它这个板机键这个排线 现在来装上去 我们将这个 L键键 给它放到位置上去 然后注意调整一下它的弹环位置 OK 然后装好之后呢 我们上螺丝 OK 然后最后呢将电池装上 好 然后盖板盖住 同样的我们先测试一下它的按键 没有问题 先测一下它的摇杆 OK 要但没有问题 让我们测按键 上下左右 然后 然后 自己要 减号 然后截图键 OK 都没有问题 我们直接 上螺丝 OK OK 然后 左右摇杆都已经 左右手柄都已经装好了 再看一下 这个呢 是铝合金的外壳 加上 这个绑躲的按键 配合这个 嗯 我们 国内那个老哥的 铝合金背板 这个 看着觉得非常的 帅子啊 穿铝合金的 这一套 背面 差点忘了 还得改Joycon 在机器上的 配色 这块Joycon 2K的上次已经 分享过了 在关 Switch Pro手柄的时候 首先呢 连接一下蓝牙 然后打开这个软件 连接好了之后呢 我建议先提前备份一下 然后要备份的话 它时间会比较久 大概20分钟的时间 大家可以直接去吃瓜子去了 好了之后呢 就点这个body and buttons color 然后进去之后呢 下面左边是它的这个外壳的颜色 右边是它的按键的颜色 我们将这个颜色改掉 然后点确定 可以看到它就变了颜色 然后 我们就可以点这个records 写入颜色 然后确定就行了 然后就好了 另一个是大家比较关心的重量的问题 我撑了一下 大概 像金属的背板加金属的手柄 基本上486克 重了大概要70克的样子 好 刚才后来办了多少事啊 总算把这四对joycons都改完了 真的是欠上次那个老哥 问我怎么改joycon的这个视频 希望这期视频对你能有所帮助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